像三斌和牧师都是非常独的选手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209人要克服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打中国队的话 他们那么独的话 其实不太顶用 容易在中国队这种比较严密的体系之下崩盘 但他今天对手的话 说实话我是知道点他的一些来历了 比如说今年的一个西雅图牙挺赛 这MUFC的话就是因为某某某选手 好像是在飞机上抽烟被禁赛了 这个是成为招车圈的一个笑柄 真的是所以说这对我也是有了解 他们其实他们在马来西亚的话 那时候还是比较厉害的 可以说是核奥力算是没有55也有46吧 就是两边的差距不会显得特别大 可能在一两年前MUFC在很多的比赛 包括WDC他们好像也来了吧 有没有来 MDC好像很多的大赛他们都有出席 而且有很多的著名选手也来自于这里 现在的这一个队伍里面也有一些选手应该是老人 像MUFC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几个我认识的 NET以前是一个金牌的辅助 马来西亚那边非常出名的辅助 沙卡的话是打个阿桑好位的 其他的话我就不知道 其实那个沙卡好像就是渔伦哥 让我想想 对 好像啊 我说好像 说实话不太清楚 哈哈哈哈 好了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他们的扮人吧 这边是 奥力这边直接扮掉了蝙蝠 而这边 MUFC的话直接扮掉了双头龙和TA 嗯 双头龙这个版本确实非常厉害 因为这个版本的辅助好用的只有这么几个 比如说贴死呃双头龙这两个是基本上 厂军都会看到的 但其他的英雄就可以可以替换了 这两个英雄就是因为因为都有一个非常强的先手 好 我们看一下奥力这边的话是扮掉了暗夜魔王 啊 而MUFC 他们在天辉一选是选择拿了人呃猛马 猛马啊 这个英雄现在自从老干爹集万 呃 独冠之后已经是变成了一个非半季选的一个大热门 主要是他一个磨免的一个控 并不是他说他什么猎术多少混 主要是他一个磨免大招 嗯 有一个 到了后期能够一锤定位 对啊 而且能瞬间能扭转局势 啊 这样一来的话痛苦女王加上拉比克两个远程 这两个英雄一来的话控制也有 然后爆发更有 AO1也有 但这边是直接呢反手拿了TS 那其实嗯 现在阵容上来说还有不久失望 好 那么现在这个阵容来说 呃 抱团起来肯定是MUFC要完胜Olinger 是 无论你后面怎么配 你其实说实话已经很难配了 因为世王加上门马的组合 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推土技一样 非常 只要是全部在 这三个人只要在一起 就非常非常给力 他们这三个人是属于比较不将理的推进 AO1又足 然后还能奶不容易死 嗯 其实 团战制造混乱 其实就是那个打团厉害 这推进的话 还不算特别特别的给力 就是在一起 这感觉就是这在一起啊 这三个人就非常厉害 他们推进靠拉希克 拉希克 哪家海耀 哪家海耀 哪家海耀的话应该是 主要是为了你开墓碑我就开大 把你墓碑打掉之后 再做其他的事情 接着搬掉了德鲁伊 德鲁伊跟大家海耀会同时出现吗 这个我表示一点疑问啊 应该不太会 事件都已经分配不过来了 还有个痛苦女王那你别忘了 那就三合 本来双合呢 不过对于ORANGER来说 我记得他们之前好像是打过这样的 是真的出现过 ORANGER 因为他们的选手 可能刚说的个能力都很强嘛 比如说慕斯 三冰和那个歪神 他们都可以都有打合的能力 是 之前一只三冰用了很多盘的德鲁伊 然后再加上大家海耀 再加上痛苦女王 这是一个三合的体系 这是他们的体系 所以搬掉啊 这个是我遗忘了 提醒一下 那现在的话 ORANGER可能要搬掉一些核心了 搬掉了一个卡尔 那核心的选择方面 现在比较常见的 LUNA 虚空 敌法 小狗 SWIN 我觉得现在的话 76版本年代已经变成了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全民打架的年代 我觉得再上一些 全核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脱节奏 尤其是强队打强队之间的话 当然这两个队伍 我说实话 我觉得ORANGER看了多一点 MUFC的话 我根本不知道 他后面可能要配什么 但是我确认是 他们这 他们这种种人 可能要配个核 但是很有可能是一种 尾和 LUNA这种也说不定 XG会不会是SWIN SWIN的话 也说不定 因为MUFC的大招的话 SWIN加上SWIN的建设 他现在是需要SWIN加上拉希克的一个组合 拉希克的T到底怎么用 你要么就配一个LUNA 再加一个SD 小强 小强的话76版本 还算是非常给力的 这个英雄 因为他的D是绝对是成为一个神技 而且一个4秒还是5秒抽蓝 在后期的时候 一抽就像女王被他抽一下 就是几百蓝没了 5秒一次 这个是非常强 而且他的D 已经是成为了一个持续的反弹 而且还可以炫瘀 这个D的作用剧就在于 那个 就是敌人每一下的一个 就是每一个分开的一个单位英雄 都能运一次 对 而且都会弹一次伤害 但是同一单位的话不能重复 这个D是非常非常硬霸 尖刺外科 所以到时候 痛苦女王过来一个大招 他开个尖刺外科 废我 基本上痛苦女王中单打小强的话 应该是打不过的 很难打 手前你没蓝 然后你方F可以用D躲 职业选手的话 绝对是有这个反应能力的 而且他们现在因为都是在 本身就是选的马来西亚的服务器 对 大家都不卡 对 都不卡 最多就是我们OB卡 今天看到几个朋友 他们说在打Dota2的时候 选了上海服务器 然后非常的顺 我估计我们今天下午 那一场5MS的 就是我选了自动选择 然后它分配到了上海 之前我们都知道 上海服务器是一个香港服务器的 镜像服务器 所以网速其实是非常卡的 劝大家现在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如果卡的话 还是要选择马来西亚服务器 东南亚服务器 哦 DP DP 那么这个推进就厉害了 就是四个推进 然后小强再带稍微打点Gunk 我觉得小强是一个控制啊 我觉得小强主要是用来抓Olingi带线 因为Olingi的话既然要防你推进的话 就肯定要带进牵制 像女王 那家都能带进牵制人的 所以说需要一个英雄 我觉得Olingi阵容的话 嗯 我个人感觉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至少比Olingi 说错了 MUFC阵容至少要比Olingi阵容要好很多 至少它们是一个体系 但是打不打得出来的话 我就不知道Olingi阵容的话 有点 现在那家还火吗 那家火还是火 小强家 对 火还是火 就是它要配特定的阵容 光法 小强家单核是不行的 那他们这把是不是单核 应该是单核 双核 还有女王 我觉得这样 他们的阵容容缩挫率太低了 实在是 他们这个阵容配了一个光法的话 稍微好一点 可以抵挡对方的推进 对啊 推进 但打架完全被玩爆 大家没法打击 等于是爆发 没有爆发 两边的输出和爆发 等于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他们现在牧师的这个QOP的发挥 是Orange最重要的一个点 而对于这个MUFC来说 小强这个点 能不能够起到中期 抓对方带线的人的作用呢 基本上这个小强 我看他的一个分人 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辅助位 保人的小强 就是一个4号位 5号位的小强 基本上就是 DP会单一路 然后门马去列单 然后小强加狮王加TS 不知道是钢3还是打游戏路 应该是让狮王去主发 或者是小强加TS一路 你觉得有可能吗 也说不定 狮王这个英雄 其实打三人路很厉害 我觉得他们会三人路 他们会三人路 所以说我说 有可能是他们三人去钢3 有可能去212 都说不清楚 好 我们看一下 Olinger的一个分人吧 S的拉比克 然后X的一个光法 然后这边Y神的神拉加 那这边肯定是牧师的女王 我是三兵的 三兵的是什么 迷团 三兵的 不不不 三兵是那个谁啊 三兵是他呀 刚才就是S啊 这是三兵啊 这个不是三兵了 这个是S是吧 这个S是Olinger的S 这个是三兵 好了我们来说一下MUFC的自由 使用的TS 然后Shaka使用的是门马 然后NET使用的是小枪 这个小枪一看就是这个辅助小枪 这边Lin呢使用的是狮王 诶 补刀斧的狮王 他想干嘛 主发育 然后这个地方 这把看点还是比较多的啊 什么好强 看一下Olinger的推进能不能打起来 然后这边 嗯 我说错了 是MUFC的推进能不能打起来 然后Olinger这边带线 天智能不能打起来 他们就是Olinger的打法很简单 就是用光法在那边在跟你耗 然后女王叫小人家多刷 A掉 他是A掉一次掉了 A掉 我们来大致看一下他们分路啊 果然门马是现在 这个根本的话是万年烈士无丹了 是的 只要上他的话基本上 因为他难死嘛 这个1200码的距离 诶 不是800吗 是800 你在哪开1200 是冲刺800距离啊 冲刺只有800吗 不是1200吗 800 哦 看我搞错了 点一下 好 中路 嗯 DP打的是女王 这样的话这两边应该谁都压不了谁 看下路 小强加 果然还是小强加TS啊 打一个谜团 这边狮王是打野 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打野的 他是拉大野 然后用墓碑打野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看他没升点呢 应该是墓碑 或者用墓碑吧应该 墓碑打不掉吧 我觉得他要拉野 我们看看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我们看看 哦 拉了一波兵 拉野狮王 他被这种吃掉就是肯定要拉野的 对 哇 那他吃了将近两拨狗头人 也叫狗头人 攻头 哎 这边上路门马 其实混的还可以啊 经验都有 这边 Orengy他们好像好像没控制线啊 这个事物有点不应该 刚才控制控了 吃了那么多经验啊 这边牧师果然是非常了解马来西亚的本土队伍 他知道那个石王去拉野了 已经过来骚扰了 但是牧师血线不是特别多 这边DP 哦 一个波 闪掉一个波 非常漂亮 但是你这里过来骚扰的话 对你而言没有什么作用 你看下一个补刀 DP现在已经八个了 牧师只有四个 直接是少了一倍的补刀 本身作为推进主力的话 DP就是很需要发育 你让他发育好了 而你发育不行的话 你怎么带节奏呢 我觉得今天这第一场的话 Orengy可能不太妙 看阵容 看分路 看发挥都不太妙 都不是发挥一开始 但阵容真的是有点不太妙 两边阵容差的有点多 因为这个阵容太依赖于迷他人发挥了 现在就是在看对面谜团 能不能够配合自己的队友把对面DP秒掉 这边女王又来骚扰 石王了 要是你骚扰 这还是比较难骚扰的 我觉得他太在意石王了 石王很难伤的 首先他有D 然后抽力量 这石王好像还没加点 没加点 还没加点 但是他D是加的 这个是保命技能 D的话还可以当一个小型的OE 两边相对人会比较平稳 那个光反的话老头子应该也是在拉野 拉野 拉大野 各种拨 对 在这边女王帮的话 补到已经被DP压了将近一倍了 现在女王那个DP的补到是最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去拐这个石王呢 不懂 不用理他其实 是啊 你又压不出踩就杀不死他 而且下路的队友 本来这个你看那个2013阵容游走能力 几乎只有拉比克能游走之外 其他人几乎为零 弥团战线 女王战线 小蓝家战线 你根本就没有杀石王的机会 就是一个拼发育的阵容 然后打穿 看怎么打克制那个MUC的打穿 又来了 又来了 这物是那么恨他吗 又过来骚扰一下 你本来是两个人好好的发育 你现在是你也没发育到 也没阻止到对面的石王发育 没有阻止吧 我觉得一般 我觉得真没阻止 你看DP的补刀已经是 又是领先了一倍了 是啊 你本来起码 我觉得女王压DP不是特别难吧 你兵线或往前去 是吧 DP用自己的这个波来补刀 这边门码又是拉 想拉不大也没拉到 但是DP这输小强是吃到了一个加速 看这边下路有没有机会 没有 三兵反应非常灵敏 你看到有眼可以看到 对 被刺到的话基本就要死 因为小强加帖子还是非常给力的 这样的话从分路上来看 我觉得 20G这边 那个MUC这边优势有点大 首先狮王在那里一直不停的发育 然后其次门码也是很经验混得非常的 我觉得我觉得这盘门码是混得最好的一个门码 其次下路TS也是无解肥 然后谜团只有三级 没错也有很多的观众要大呼 我坑爹啊 这个博菜会不会下错了 没事没事 有点紧张啊 书书号 经常我的预测经常会错 因为演技还是最 最主要的 演技比实力重要 当然演技是最重要的 演技 看来至少人家点是点了一技低 抽篮都没瘸 是 因为他知道迷团没篮 有时候经常 这个门码混得太滋润了 你这种情况下 你干脆放空下路去打也算了 迷团 就他舍不得了 他放空下路了 老头子就黑了 他不一定要打这个点 老头子只要去拉一个大爷就可以了 他可以打另外三个点 迷团的打也跟有一些英雄还不一样 对 两边现在都非常平稳 一心一心 是 果然是互相了解 谁都没什么机会 基本上 这把门码算是一个意外 混得那么好 本来你线控好的话 这基本没什么机会 像打中国队的话 我看到所有门码 反而都是一两机一两机 限控太稳了 是 这是基本功的问题 对 哎 这个波还没波到 要消耗一下 波到了这个波 他没波到冰 还没波到 他要波人 他不是要波人的 他是要波冰的 他就是要打你脸 叫你小招 要我经验 你看 其实他有点不虚 感觉这把门码可能玩得好 好像你 非常给力了 准备小强又控了一个服 为什么不给 敌屁呢 很奇怪 因为这里有一个小迷团 他自己又没有 他怕小迷团A掉 哦 小迷团A掉 对 瓶子 小迷团A现在就是 不停的去吃 吃兵 然后控线 但下路可能会战胜一血 因为他没斜 很有可能躲不掉小长刺 他下不停的吃兵 来控制对面TS的发育 对 他只能做这一点 但是上路门码也非常热 热喝 我们看了失望 很久不见了 也已经4级了 还不错 虽然打野失望比较少见 关键是他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对面的女王 是没有经验可以吃的 就经常会拉到一两波兵 有时候会拉到一波兵 压力一级了已经 帖子的发育情况 他现在应该是最肥的 帖子30个刀 这个段子决生不好吧 直接把你秘团儿子庆过 这太熊了 这两个已经有密法鞋了帖子 dp也是非常的肥 那边小男嘉的发育呢 小男嘉46个还是全场最高 17个补刀现在 龙马是有经验但是没有装备 对门马的话补刀是还算可以了 12个一个烈士路门马 有6级了 他等级很高 他有经验但是没有补刀 这边继续想杀三冰的谜团 一直杀不到 三冰的谜团是比较猥琐的 终于混到了5级 但是下路的塔比较危险现在 下路的塔再过一会儿应该是要考虑拿掉的 应该是晕了一个鞋子过来 对 好 应该要快了 开几次 这二看他这么 好 这个塔应该是不敢再上来了 三冰刚才是想用小谜团反补吗 这个想上的有点多 这个反补掉了 小强 这边 戳起 四起 好的 这样的话三冰可能要被FB了 再见 拉希克拿到了三冰谜团的FB 就是说嘛 这三冰可能要翻了 下路实在太难玩了 是的 因为其他路其实也是怪 欧零其他路没打开来 导致这些人永远可以在你这一路 他刚才愣了一下 小强走过来 他其实是可以走掉的 这个愣的话直接是让他 你注意到牧师的这个补刀怎么又翻过来了 刚才看下路 他瞬间突然翻了过来 对啊 这差了那么多就翻过来了 可以说牧师的技术文化也非常好 这DP给牧师上个沉默 想13上牧师有点想多了吧 女文化也是不太好上 现在除非有满级沉默 对 现在就一级沉默他电了 他主要是用他的大招在不停消耗他 我们回头看一下这边 Y神的话也是破上塔了 这个上塔应该是能拿掉 但是是被天灾军团拿掉的 不是自己拿掉 比较可惜 不过总比 有些塔我看还被什么反补什么的 不是脸都要哭了 对 能拿了就可以了 这两个非常猥琐 就等你冰团出来 你出不出来 出来就要死 冰团我觉得可以现在去打野了 已经下路已经很难混了 要老头子过来混的话会比较好 就是在后面放波 弥坛的话感觉比较重要 中路 中路刚才猛马是来了一个侧拳梯 没用 我们看看有三兵 好了被埋伏成功 TS赶上来一个梯 三兵又要翻了 再见 刚才中路的光法是反掉了一个塔 反掉了中一塔 但这边Y神继续在推上塔 上塔的话应该是破不掉了 这塔却还比较多 雅梅迪我看他的这个情况他是要出兴风盾 我们看一下两边的一个进前差距 现在差的其实没有 相差无几 差无几 牧师的话也是因为他非常强的一个基本功 又是把前期落后的补道数 硬生生的是反超了一次 雅梅迪的这个娜加总是想出兴风盾 总是喜欢出兴风盾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有什么装备 完成的话应该是要走一个先锋盾 已经合成了 对 已经合成了 这边基本上应该是雪晶 这边DP 雪晶他现在还差多少钱 PS的话 雪晶应该差蛮多的 因为现在比赛还早才11分钟 震魂10应该快了 其他的话基本上差不了什么做的 又想来一次你 这次换人了 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个MUFC 牧师女王不带节奏的话 基本上已经没办法 这边还在一路吃素 吃素过来了 非常有想法 但是还好光化反应比较快 是的 我们注意到那又是一个定制的行驶 马格纳斯 定制的这个东西 牧师下来TP支援了 这边 进去看一下 小蓝家应该这波要打选择 但是这边 MUFC应该已经是预料到了什么 直接撤退 小枪去中路不等级了 不溜 还意识到这个地方 对面已经有所应对了 不再像之前那么好杀 对 现在的情况就是 20G的话 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好 两个补到处是遥遥领先 相反 TS也是下路肥瑞法姆的 和玩神子的话 差了也差了20个将近 对 20G战队就是其他的点不肥没关系 总归我 YAMUFC跟牧师这两个点 是不太可能会被压的 这就是双合的好处 这边 奥迪俊可能想是来波反扑 我觉得看 不是特别好推 很难推 DP的消耗加TS 天灾真的是没有什么 这个波波到了非常伤 天灾没有什么推塔技能 真是没什么推塔 他们防守倒挺厉害的 他们只能是靠迷团的儿子来推塔 这个就有点尴尬 这个就有点尴尬 牧师这把的话 心情之求应该出来一仗 是 他既然在没有推塔能力行 我想应该是赖线去 这边应该遭遇了 TS先T一下 C住女王 被女王闪烁走 没什么用啊 他只有自己一个人 也没什么用 而且女王身上只有一个恢复 两边现在下路一塔僵持了 但是现在明显MUFC这边转的 因为他们人少 他们门马也不在 然后小强也不在 三个人就拖了你五个人 你这比较亏啊 你不知道 明显看到MUFC 奥林这边没听节奏性的 没有办法 拖了一个门马的波 那也不错 清兵技能吧 因为这里清兵技能也多啊 还是撤了 小强隐身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真眼 有没有粉 应该是有 有真眼 再上去就出事了 不过被小兵A了一下 他瞬间 诶你还要上去 还来啊 刚才不是小兵A你了吗 不要冲动 马格纳斯是出梅肯马格纳斯 是的 你怎么不出跳啊 现在都这么出 先出梅肯再出跳 先出梅肯再出跳 下路 这边想大家睡觉 看一下这边 梅团要准备拉 哦 梅团要准备拉 两个人 诶 松啊 狮王不在 这瞬间秒掉两个 dp买光 这一步的抗宝血是比较给力 然后小强撕起来 梅团 又死一个 门马一个大两个 然后低一下 双杀门马一个 这波打的话已经不划算了 要小心dp也已经来了 但是dp感觉过来的话 自己也要再死一次 诶 开大招 哎哟 拉比克 这死亡先知是什么技能 这个大招好远啊 他刚才是一个波 这一下子把对面杀掉之后 自己的技能全用完了 对 而且MU 奥利志的话 大招是非常依赖于 这个阵容 非常因为别人走位 还有那个大招技能 就如果米塔没有大的话 是完全打不了的 可以说正面团战 刚才他们花几个关键点抓在一起 这边牧师过来 dp要黑 再见 但是他的一个魂回来 还是要死 没有啊 你认识就一级的这个大招 一级大招的话 吸不了多少血 你要是在运动战当中打人 他可以吸血 他回到你身上 他有这个危险 他如果是打塔的话 这个是没有吸血的 他最后的话应该是 就怎么说 然后就是他的魂已经回到他身上了 再回 就是回来了 他这个魂是他打了人 对 伤害会吸回来 对 但是你打了塔这个伤害 是不会变成你的血量的 所以他刚才是一直打塔 没打多少人 回来的时候 自己的血量只回了三分之一到一半 刚才就死掉了 雅梅迪是 呃 那个那个牧师是回去 补膜 补到了一半 就赶紧TP出来 对 雅梅迪留住 这套的话还是比较给力的 诶 这边小强是偷掉了拉比克 诶 这边 刚才他递过去是想蹭一个经验 住户 非常的狡猾 那其实说实话还是 呃 这样的话还是那个 如果一团没打 这段时间就将会是成为 Olinger的一个被动期 是 很被动他们 不敢打 他们刚才是 这样长的一个combo 是直接秒掉 瞬秒了那个DP和TS 两个主力是直接被秒 但是一旦出了BKP之后 形式就不一样了 TS不知道 我们看看TS的话 是出什么装备啊 TS我们看一下 也是振魂师也要出血镜 诶 但DP呢 DP也是血镜 可以双血镜的 当然 DP也要出血镜吧 我觉得有些英雄 一个英雄死可以给两个血镜充能吗 一个英雄死 应该可以吧我觉得 要看一下吧 测试一下 对对对我们 好 6500 我们看一下他 小那家现在身上的 装备情况吧 小那家 还是要出闪失 弹道啊 欢欣之论 闪失 我们看一下 我还不看一下名团大众啊 也是好了啊 就看一下Olinger下一波怎么来啊 下一波怎么来应该 这就小强过来又是 拉比克 拉比克要被瞬秒 破了 又被秒了 你干脆应该等自己刚才 中这波的时候再开D 只依靠一套的话 觉得他总有点 容促性有点低 但这一套虽然死了个拉比克 拉比克复活还挺快的 但这一套确实很猛 就是那家睡 然后迷团大 而且 还是那个MFC的话 如果第二次的话 他们就非常当心了 就 他们走位会非常分散 就是你在你那家睡的熊时 他们走位也很分散 让你迷团最多拉到一个到两个 小那家现在这样的装备 对于进位的克制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小那家 我觉得现在上不去 根本就压根上不去 尽管的AOE也非常足 主要贴死加那个DP 都是非常强的AOE 他的分身基本上在正面 正面战场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DP现在的装备偏差了 DP啊 他好久没更新过装备了 基本上那个金奇特殊机 哦他刚买活 对 他刚刚是买活的 买活又死了 买活送就很伤 对很伤 所以说他这把是那么穷 也是那么穷的原因之一 但局面来说 诶这边奥林局 奥林局开悟 看一下这边 应该打的是可能是下路 随便杀个人把这个塔给破了 诶要直接打boss吗 应该不会 这种打boss还是比较慢的 我们是蹲人 蹲女王 不过牧师女王很肥 直接出了一个A杖 诶门马是出了个跳刀 原来他 诶他觉得很顺 干脆不出梅肯 蹲了个跳刀 嗯 他是想要在对方睡 加上谜团大招的这个combo连接期间 用跳刀 然后来破坏 但是门马的话要非常注意 他如果跳过去的话 很容易就被谜团拉一起拉进去了 因为他大招的话 范围本身也是一个很 不是不算很大的范围 所以说他要掌握好这个临界点非常关键 这比较还算 这对我来说还 我觉得这还是 跳到背后去 对比较难掌握的 这边MFC终于是开推了 还有第一波推进 诶 这场上刺歪了 这边网柱 准备想要杀小强吗 不太好杀的 杀小强没什么意义 他还有第一个恶心的技能 要杀的话一定要杀关键性的英雄 你杀了dp和猛马 这两个点就可以了 你要秒掉这两个点的话 你们这次团阵肯定赢 MFC的话 哇 经过刚才那一波之后 他们也是小心了很多 已经是不是站得那么分散了 非常散 非常散 站得 而且推进 推到一半 突然是停了 不推了 诗王出梅肯 门马这个要出笛子 他先把这个买了 意思意思 诗王应该是要出梅肯 或者诗王出笛子 反正这两个哥们组终于有人会出 好 这边我们看一下F5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装备 TS雪晶 这边是分身门马 在卡位差点 你看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再回来看看装备 这边我们看一下有一个关键性的吧 牧师那个A帐加宝石 然后小辣将马上散尸 一场的话BKP应该是有段距离 我们看一下MFC 这边又是合了一个震魂石 这边门马跳刀算是一个关键装备 然后TS雪晶 基本上没什么非常关键装备了 TS的发育圈是比DP还要更好一些 看TS的一个家里 他怎么说也是优速度的 这边牧师女王想干嘛 看一下被DP遭遇了 直接闪走 BKP走 这个阵容要杀牧师女王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他们这个阵容 没有小空 像奥利子的话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放弃一些外塔 去换换塔 现在常守的话其实守不住的 MFC这种很恶心推大师傅 他们只要等TP大招再好之后 再来耗利塔 这个塔肯定是破 他们经过刚才的那个二塔那边 吃了一波亏之后 明显是小心的非常多 这边有人TP要救这个塔 这个塔按照牧师的性格 也是要过来打掉的吧 应该是要拿掉来看牧师 不要了 这次聪明了 真的是不要 要了又死了 MFC这边明显是去 雪晶空 是 全雪晶 雪晶 两个雪晶 一个团队当中 两个雪晶真的很少见 因为他们打迷 迷团的话 BKP也没什么用 说实话 这一次换防守了 这边奥林军要来了 这边奥林军要来了 换一下清兵 贴司非常远距离的T了一个 真的是没法推奥林军之龙 怎么推呢 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摸塔 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摸塔 都不露 要抓掉一两个人才能退 关键奥林军之龙全不露 没人敢上去顶 怎么打 怎么打门马这种非常强的一种 又能先手又能后手的英雄呢 很难打 来 萌马出了什么 刷刀 然后这个笛子 要出笛子了 然后狮王的话 狮王出梅肯 狮王出了没 出了 也已经出了 这维神的话终于是散尸 方法也是做出了梅肯 都是在20分钟左右的时候 双方梅肯都已经有了 双方的经济差距 看一看有多大 好的 F6 这没有差距 完全一样 你们这两个是 真的是兄弟 因为财产总结是 这两个英雄打的是最多 刷的最多 但是这边塔是拿的多 所以说基本上没什么差距 这边奥林现在选择暂停 我们每一场比赛呢 每一个队伍是有三次暂停的机会 可以提供你调试一下或者是 他们好了已经 非常快 打的时候的话 现在就觉得奥林这些是非常 一定要打好下一波团 下一波团打不好的话 DP买出了血金石 看到了 刚才打了一波比较激烈 其他的话就是下路两次蹲迷团 没了 全场的话基本上 小强 小强 小强等级倒是挺高的 十几了 还可以了 一个辅助小强 要求别太高了 没有我说他等级很高呀 嗯是 我就是表示一下我亲中的赞叹 比失望还高 对啊 先去看看欧林这些应该是怎么打的 他们现在比较纠结 就是推也推不了 现在打团的话 嗯 可以去 可以尝试上去找一下那个 MVC打团 因为相对而言的话 欧林这倒不急吧 欧林这不急吗 如果真的打到60分钟的话 我觉得欧林这的这个这个 比较厉害一点 哎 对 我希望牧师女王抓了 看有没有 是用用沉默了 是小强小强透醒小强透醒 啊这边也是牧师女王 哎我们看一下贴子有没有血精师 刚才贴子应该 刚才不在 刚才不在对吧 他不在 不过如果是血精师多的话 有这样一个好处 就血精师本身是可以在 自己死后为自己的队友 复活非常快 而且加血复活快 而且好像是不怎么掉钱 都是非常有用的 他还能够拿到那个地方的经验 因为他可以先去死 好了这边贴子又是开机塔 又是把这个塔给爆了 然后下机场肯定是BKB 虽然这边 嗯 谜团大刀是50BKB 但是这边主要的输出 还是来源于女王的大加光法的波 是 也全世界物理 这边小强是被发现了 继续追 上了个简模 拉比克是偷了小强大招 哎呦哎一下 小强看看要不要救 MUFC 哇这边 拉比克是直接被秒 宝石没了 宝石没了 现在关键是 小强也死掉 这的话宝石还是拿回来 对牧师拿回宝石 然后门马是大 是大住了一个女王 宝石开打 这里要秒DP DP要黑 直接打着石王加上DP 那应该救不了 史王放出了墓碑 但是这边走位还是比较灵活的 这波好坚挺 打得太转了 是的 这一张的话小强先是死掉 然后猛马大只大到了一个人 而且这个大的话 还没有让他把所有的技能都放光 我觉得猛马太着急 他应该是等小辣家先大 然后他再后大 不然他大招的话小辣家就直接大了 他刚才是看到那个宝石要掉 直接放大了 心急如本 宝石其实还好吧 宝石挺重要的 哎小强 小辣家很尴尬 现在要被秒 是的 现在是没有大招 小辣家被秒 这边光法也是被拉回来 我们买个地 是把光法拉回来 被DP拨死了 然后现在这波的话 打回来了 MUFC可以反推了这波 因为你的谜团是在 大招也在cd 哎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他按错了 三兵 这边 哎 这个技能好 这个技能是直接救了自己一命 但是你也逃不掉 你找死还找死 推了很长的时间 牧师是依靠这个双背伏 哎呦 这小强里面是两个小东西 还好还好 还好还好 这是 这波推进怎么守 怎么怎么守 太难守了 这波推进 直接上来了 这波推进 显米团没大 然后 拉比克独秒 小辣家独秒 光法是活了 终于 没有兵现在啊 这种推进行动 就是不要给他机会 一给到机会的话 他就可以把你从外塔 推到内塔 推到高地 很快啊这个塔 那塔方也开掉了 好 继续扛着 很快 他现在的血精石的数量是7个 买了个1400板甲 这个塔 塔磨掉了 我们看小辣家 小辣家大招CD是好了 但是小辣家大招CD好了之后 谜团是没有大招的 现在谜团灯还没绿 小辣家在后排 被 大招 先杀谁 还算杀DP DP DP和TS 这波是可以打 啊 DP没打 但是看门马 门马这边大住两个 没错 小辣家和拉比克都被大住 这样这时候的话 现在在奥利G这边 正面已经打不了了 小辣家 女王已经残了 被大住了 他们的输出非常依靠大招 大招在残屈不全的情况之下 非常困难 一个没肯把所有人的健康状态 都拉升到正常状态 对 一旦迷团没有大 他那个大招先睡 就显得意义就不是特别大 说实话 每一次我感觉 迷团大招期间呢 小辣家的大招收的稍微晚了一点点 我觉得刚才那波 营就已经在门马单大的一个女王 然后想要马上一睡 然后导致门马大没有任何发威 经过刚才那一波 我觉得门马应该是会学聪明点了 我们现在来经过刚才那么久 我们看一下两边的一个经济情况 还是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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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TS是力压小辣家成为了第二 第二号富豪 TS力压小辣家成为第一 哈哈哈哈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装备啊 这边KS是更新了一个BKB 然后 基本上哎 这边小强势更新了一把跳刀 嗯 要打一个先手了 实际 其他的就没什么 门马应该是笛子应该快了 他笛子已经好了 其实鸟被打掉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欧林这边啊 迷团是更新了一把BKB 刚才已经看到了 他的手抖了一下 最少女王也是更新了一把BKB 这已经是一个8秒钟的BKB了 对 其他人都没什么更新啊 小辣的尸体会始终在这个地方显现 显得异常的残酷 打到这时候的话 奥林现在就是要需要用谜团大招 去做点文章 非常关键 谜团叫小辣小辣大做点文章 一旦盾什么的话 给对面 或者是让对面推掉一路 或者就很难打很难打了 这个局面 因为节奏在对面掌控中 对面想跟你打就打 你大招没了 对面来跟你打你怎么打 你就防不住 小辣家现在要再出龙心 但是龙心出来之后呢 也是我觉得还是没什么用 输出有点不够 对 对面而且对面就是靠 正部团奥林章要打赢 就是靠谜团小辣家的一个配合 你觉得这样的情况的话 他出回药会不会稍微好一点 回药其实说实话又一多小辣家 是很靠一个分身输出的一个英雄 你出龙心 会要烧的话 其实 剩下团皮烧不了多少时间 我们看一下小辣家 这边应该是发现小辣家了 这边门马也是不直接放大 小辣子旁边切入拉比克 这边小辣家开大招睡了 我们看一下谜团的位置 他要先把这个墓碑打掉 再看一下门马 但是迷团 迷团这里拍的大招 打的已经受不了了 迷团直接被秒 我们看一下门马一个大招 迪P 迪P救一下 被拉比克拉一下 不过女王逃走 这边门马还都继续追 王马大招没有打到女王 对 但是正面已经崩盘了 王女正面已经是全线崩盘 是的 三个人贴死买活 虽然有血经石 但他依然是选择买活提前过来 打这一波 这一路的话应该是直接破掉了 这边小强又是刺到了一个拉比克跳势 拉比克这一场比赛跟小强是结下了不解之远 奔了 那么奥林记者版应该是奔了 这样的话可以打住机器了 准备下一棒 第一场比赛 正如拿的非常有问题 首先太依赖于两个大招的配合 然后这个大招的话你只能打一次 然后第二次别人过来 你的迷团大招CD太久了 是的 好我们看一下刚才那波 雪经石还有贴死还是6 因为贴死买过 DP11个瞬间上升到 杀了非常多的人 DP在那边 刚才迷团最尴尬的点就是 DP先放出大招之后 迷团在跑到他旁边拉的时候 被他的小魂已经打的是半死的一个状态 这边光发一个波全部补回来 我知道现在很多队伍都爱用迷团 但是迷团弱点就是他的大招CD太久 一旦你的阵容太依赖于迷团大招的话 你就会很容易被人家打出一波节奏 这个他很快叫破 哎这个帮迷团被抓 BKB开出来 长期被开BKB 但是迷团没有大招没有理他 还是没有去追深追 或者第二路 DP的大招也好了 DP的大招也好了 DP但是没有开 没有开大招的话就是等着自己下一波 迷王极了 现BKB没有留人 小蓝家现在急了 没有留人 打极了 那这样自己弹的话基本上是撞中掉了 所以说 现在很多队伍我都知道偏爱用迷团 就是无视魔免控嘛 就喜欢用一些 这边DP又是更新了一个吸管 这样的话更打不动了 这这路的话肯定是已经要不了了 我们大家如果想要对这一场比赛发表你的意见的话 可以来到游戏风云的论坛 咱们今天11月25号这连赛的 这个互动帖当中 留下你的意见 我们看一下TS有没有根据装备 还是没有 现在就看MFC怎么去打了 我们看一下Olinger 这边还想打Olinger 很难的很难打 现在非常非常难打 要赢再赢两三波团才有机会 而且这边卖一只笛子了 笛子一开的话 女王的大招可以被抵消掉 论坛已经有很多朋友都觉得橘子这一盘黑了 正面刚不过 为什么很多队还喜欢小男嘉 我觉得这个英雄不适合现在版本 现在版本就是要一些冲脸暴力的英雄 能打架的能违和的小男嘉打架能力其实挺强的 还是你说的 我觉得不要想要这样打可以 但是你不要拿他当主C打 他一定要主C 他只是一个大招 大招打配合的 然后带点尾输出的 其实他在团币当中提供的输出能力真的是非常少 他的输出是靠自己的一个地 而且他的输出全部是依赖于装备的情形 必须要龙心闪失 必须要自己的幻象能够打人才行 而且现在版本AOE越来越强调就是AOE啊什么的 你这些幻象上去直接被顺没没有龙心之前 所以说小男嘉的行东西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而且他又是一个不出BKP的核 非常尴尬 没有输出环境 这边又开始选择了强推 这比较尴尬 调包了我们 是的 有点小调包啊 大家不好意思 我这边看了各种卡 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卡不卡 我们这边看了反正是挺反的 这边想要往下击屁 但是这个时候干嘛万少打 这边小强又是埋伏掉了一个牧师女王 不过牧师女王反应快了 第一时间他就BKP死血逃生 应该不会再追了 那这样的话牧师团P就黑了 他就不敢来了 小强就盯着你 小强跳出跳就是为了盯着牧师 你们DP个沉默 沉默了小达家 再拖下去另外两路要扛不住了 他们就不急嘛万万号 我们看一下DP大招还多久好 还有40秒 你DP确实确实一个 我今天也可以开发英雄 这边小达家看位置非常好 直接睡了 DP加上TS 我们看B团走上来了要 有点晚啊 跟不上没有开出技能 还好打住两个 打住三个 打住小强全部打住 在这边我们看 萌马反大 萌马反大 我这边太卡了实在 看女王可能要死 女王是被DP拖死 已经是崩盘节奏了 瞬间一波萌马反大 瞬间有短局势 这是我刚刚说的 萌马就不用急 让你去拉我的人 然后虽然我不知道 他是怎么跳到一个零界点的 我没看啊 太卡了刚才那波团 他是在结束的时候 我就跳进去 哪怕被你拉那么一会儿 没关系 我活了之后 是吧 你结束之后马上大招 他只要跳到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刚才在迷团大招期间 是没有能够秒的这两个人 秒掉的话OK 赢了 但是没秒到 艾斯打出了机器 那么我们恭喜MVFC 拿下来第一场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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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